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笑人生存指南》 这首歌是一首 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特殊的歌 因为它是一首 我一直都渴望自己能够写出来 然后能够拥有 能够唱给大家的未成演战歌 就是我站在讲台上 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是穿着笑话 类似一种衬衫的表情 这个MV其实有致敬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叫做《欢迎逛临娃娃屋》 可以通过上面贴着的 那个非常讽刺的标语看出来 best student, best teacher, best school 但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小讽刺在里面的 在第一段舞歌和第一段副歌的连接处 我安排了一个类似于 旺达幻世那样的画面转换 它从16比9变成了4比3 这也意味着这个孩子脱离了现实 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开始舞蹈 接下来就进入了舞台的部分 他在舞台上尽兴地表演 同时也感染了底下 在学校里面受过伤害的孩子 除了我之外 我可能希望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们代表的一段 在校园前会有一个更夸张的表现 就是他们去提出这些声音 三位非常酷的小伙伴 他们在第二段副歌的时候出现 第一点把他们放进来 主要是那个副歌的部分 第二段副歌都给他们对签 然后等到副歌的时候 再带出来的部分 第一个出现的是 在学校里面被大家称为书呆子 然后没有人和他玩的一个小男孩 他带着眼镜 我把那个眼镜砸碎了 随后在他身旁出现了一位 可能经常被大家嘲笑他身材的一个女孩 她的身后被写着大美女 接下来从垃圾桶里面冒出来 有非常可爱的小男孩 里面还叫刘炯泽 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梦想 他们三个平常在学校里面 乐得不如意的孩子 看到了舞台之后 有点受到触动 我们一起在台上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乐队 就刚刚那个状态就是 哪有什么叫老婆 就是 就是嘴巴的部分很小的 我这首歌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这段歌的Bridge 因为这段歌的Bridge 是在最初的曲子里面没有的 然后我觉得编曲这边 其实可以加入一个面板 因为听起来有一点点 需要填充 一个校园生存指南最精华的部分 是你自己宣布自己要变得坚强 然后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一个宣言 歌曲结束 然后他们从幻想的画面 穿越到就是真正的现实 在这个阶段 画面又从4比3变成10比9 意味着他们已经从那个 那些显像馆电视上的世界 跳回了现实 我觉得人心是因为教育 才更加上缘 所以这方面的教育 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 才能够给这些孩子一个 更积极更阳光更快乐 更健康的一个青春期 生活 看上去好像一个导演屏心 carrie c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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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